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你看这雪景多漂亮啊 可是我没带照相机 没关系 用我的手机照吧 女的想做什么 二十一 你看这雪景多漂亮啊 可是我没带照相机 没关系 用我的手机照吧 女的想做什么 二十二 小姐 我昨天在这儿给孩子买了一双旅游鞋 有点小 能不能换双大点的 没问题 想要多大号的 男的想做什么 二十二 小姐 我昨天在这儿给孩子买了一双旅游鞋 有点小 能不能换双大点的 没问题 想要多大号的 男的想做什么 二十三 小金 听说你搬到校外去住了 你平时怎么来学校呢 我骑车来学校 天气不好就打车来 小金 平时怎么来学校 二十三 小金 听说你搬到校外去住了 你平时怎么来学校呢 我骑车来学校 天气不好就打车来 小金 平时怎么来学校 二十四 请问去邮局怎么走 从这儿一直往前走 到第一个路口 到第一个路口向左拐 再走五六十米 就到了 南的应该在哪儿拐弯 二十四 请问去邮局怎么走 从这儿一直往前走 到第一个路口向左拐 再走五六十米就到了 南的应该在哪儿拐弯 二十五 咱们在这站下车吧 到学校正门下 有点儿远 还是到正门下吧 南的想在哪站下车 二十五 咱们在这站下车吧 到学校正门下 有点儿远 还是到正门下吧 南的想在哪站下车 二十六 二十六 几点了 该做晚饭了吧 可不 都差一刻六点了 现在几点了 二十六 几点了 该做晚饭了吧 可不 都差一刻六点了 现在几点了 二十七 大强 我这首法文歌唱得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你唱得更好的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七 大强 我这首法文歌唱得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你唱得更好的了 难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八 老师辛苦了 再见 再见 周末愉快 上面的对话 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说的 二十八 老师辛苦了 再见 再见 周末愉快 上面的对话 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说的 二十九 请坐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我昨天晚上开始头疼 嗓子疼 好像还有点发烧 女的可能是做什么的 二十九 请坐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我昨天晚上开始头疼 嗓子疼 好像还有点发烧 女的可能是做什么的 三十 你想喝点什么 可乐还是雪碧 有绿茶吗 女的想喝什么 三十 你想喝点什么 可乐还是雪碧 我不喜欢喝可乐和雪碧 有绿茶吗 女的想喝什么